最近本田雅阁和日产天籁这两款日系B级车型价格降的比较狠 有很多人都想因为价格便宜而去考虑这两款合资B级车型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款B级车还不如本田英斯派更划算 本田英斯派和本田雅阁属于兄弟车型 但价格更便宜 而且动力比日产天籁的入门级车型强很多 全系搭载和本田雅阁同款的1.5T沃轮增压发动机 而且功率调教很不错 最大功率有141千瓦 最大扭矩有260 百功率加速只需要7秒左右 马力有192匹搭配CVT无极奔速箱 对于本田英斯派的这套动力组合 大家放心使用和本田雅阁都是同款的 口碑非常好 质量非常稳定 而且本田英斯派还拥有很好的车身尺寸 超长4.979米 轴距2.83米 是标准的B级车型尺寸 同时也拥有与本田雅阁同样的大空间 车内空间表现非常大 而且舒适度非常高 就算是日产天赖被称为移动的大扎巴 在舒适度方面非常高 但本田英斯派却不弱于它 另外在内饰方面 本田英斯派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风格设计 虽然并没有采用贯穿式空调出风口 但是网格状的空调出风口还是挺不错的 整体中控台看着非常精致 而且车内还拥有很多氛围灯 晚上特别好看 并且这款本田英斯派 目前的价格也真是让人特别满意 特别是2023款的本田英斯派 官方制造价18.28万到22.98万 现在入门急车型一口气减到12万左右 而2024款的本田英斯派 官方制造价19.28万到21.38万 运回后也才13万左右 拥有将近5米的超身长度 还拥有1.5T的超强动力 再结合价格比较低 所以整体来看确实比日产贴赖更划算 放弃日产贴赖 选择本田英斯派 我认为很划算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